这次世大美术馆展出的这一幅朱德群的作品 奇妙之光 这幅作品背后有一个故事 2008年的6月 当时我担任台世大美术系组主任 我奉当年的郭义雄校长之命去拜访朱德群 所以我就带着两位老师 也就是教授 还有三位学生代表 加起来共六个人 远赴巴黎去拜访朱德群老师 朱老师的住家以及画室是在巴黎的近郊 那一天到巴黎的时候 大概是午后两点左右 朱老师和师母看到我们 从台湾来的这些师长和学生都非常的高兴 很热情地招待我们 因为朱老师他曾经是我们美术系的老师 担任过五年的教授 后来才到巴黎和师母结婚 所以他对世大美术系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们在那边参观了他的住家及画室 朱德群的收藏的作品 他知道我们去了一趟拜访朱德群 所以就很慷慨地拿出一张作品 将这张作品拍卖 结果当时2008年拍卖所得 一千万的新台币 就以读者群老师的名义 捐给台师大美术系 当做美术系的建设 以及奖学金的用途 所以校长对此事非常高兴 后来也因为我们有这一趟的巴黎之旅 朱老师感动之余 就慷慨地捐了一张120号的油画作品 也就是这一幅奇妙之光 这一幅作品送到学校的时候 师生都非常的高兴 认为这是大师之作 也是师大之宝 这张奇妙之光 是朱老师接近晚年的一张新作 整个作品 他所呈现的是朱老师一贯的风格 作品气势磅礴 整个是用暖色调且高明度来表现 作品呈现的是流畅的线条 升华到中国山水画 讲求写意的境界 每一个地方的细节 画面各处隐约地流泄出 微动的光影 他戏剧性的明暗对比 凝聚出令人屏袭的 深邃的氛围 所以他的作品有那一个澎湃交互 刷写勾勒 轩然 堆砌出细腻而丰富的层次感 我们可以看他的作品 很有东方的味道 因为他从小就开始写书法 所以他用西方美彩 展现出来的作品里面 每一道韵笔起层转合态势之间 真的是书法的延伸 尤其这张奇妙之光 他捕捉光亮 以负透明感的明暗 与色彩层次 衍生出光线 这种对他自然的心灵感动 兼具梦幻意味 与戏剧性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整个上半段 三分之一高明度的作品里面 可以看到光影的迷离 浮动和气韵的 因晕磅礴浑染而成 就好比一连串的大猪小猪 落玉盘的形象动视 这种形象动视在暖色之间 每一个小色块 跟它的连动的线条之间 相辅相成 每一个色彩 还有线条 它存在的意义 就如同灿烂惊艳的生命能量 并花如行影流水般的 色彩的动能流淌 所以整张作品 真的是光影的辉映 像是一件月动的音符 闪耀着余晖 也仿佛是将永恒凝聚于一瞬间 留住那历久迷心的神采 就好比将观者带进一个 充满灵性与想象的色彩空间 所以这幅作品 目前是我们师大的正校之宝 后来郭校长甚至于 想将师大画廊的名称 改成德群画廊 所以他就请朱德群老师 写了一个德群画廊的墓宝 因此才有今天的德群画廊那几个字 朱德群老师跟我们台师大的渊源 以及对台师大的支持 在台师大免术系 永远留存着这段的佳话